HELLO YOUTUBE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自從上次分享了生酮飲食 那個防蛋咖啡之後呢 下面終於有人留言問我什麼是生酮了嘛 我們已經知道了嘛 生酮最重要就不能吃澱粉 然後要有油 然後還有少許的糖 晚餐怎麼吃呢 我會去IKEA 台灣有時候叫IKEA 有人叫IKEA 那裡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叫什麼 可是呢 吃肉丸很無聊 很少人知道 IKEA還賣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三魂魚 IKEA的肉丸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很多人都以為要 跟你們介紹一個 這東西呢叫做 這個電飯堡呢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它會送你一個這個 你就可以拿來蒸 第二個呢 我覺得這個很屌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保溫 這個東西可以非常保溫 第三個呢 最屌的就是 它可以連手機 我們來試一下現在 OK 怎麼用呢 來 第一個 來 我們要加水 對 這個也是小米的 小米熱水器 第二個 放上去 第三個 三魂魚放進去 然後就全部丟下去 然後把它蓋著 欸 掉 完了完了 蓋不下 蓋不下 掉掉掉 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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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個砧板也是 拋放來的 魚皮 媽媽給我的菜刀 三文魚 台灣叫鮭魚 三文魚 鮭魚 然後很簡單 把它蓋上 你看這個有時間 然後它有幾個選項嘛 你可以用這裡來開始 你可以用手機來開始 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看會不會動啊 廚房 然後按米加IH電飯鍋 快速煮米飯 然後按開始 開始啦 40分鐘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顯示大概 因為我是晚上在拍嘛 所以是10點03分會結束 OK 那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個食品 欸 還少一個 好 如果你一餐只覺得吃那些東西 營養不夠的話 我告訴你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吃沙拉 然後在馬來西亞呢 吃沙拉是比較麻煩 在台灣的SAT就可以解決嘛 那沙拉怎麼做 我覺得很簡單 就要買一個 IKEA的碗 第二個 這牌子在馬來西亞 很多地方都買得到 通通放進去 夾一點 第三個步驟是什麼 把它切成那個小方塊 OK 一個 差不多這個料 我們下去 不要注意這個字 不要注意這個字 我為了這個節目 還要去買了三件 OK 就這樣 最後 其實是不合理的 標準的生酮是不能吃凱撒 OK 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沙拉 如果你有煮雞胸肉 你也可以丟下來 如果你有煮其他肉類 你也可以丟進來 這個其實當晚餐就夠了 加一個起司 好吃 剩米番茄 這個成本呢 我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我買的時候從來不看價錢 因為我買的時候從來不看價錢 然後為什麼我會開始生酮呢 其實是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其實很胖 然後因為他生酮 減了大概20公斤 然後有一天他告訴我嘛 然後之後我就開始去檢查 簡單一點 生酮呢就是可以讓你體內的糖分降低 然後我那個朋友呢 他因為生酮之後 他開始鼻子過敏變好 然後因為鼻子本來就很不好 所以我就開始試一下 果然我去年做生酮的時候 過敏的問題都沒有了 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我幾個女性朋友 在台灣的吃生酮的時候 然後收 欸好啦 我先講問這個 女性呢他講 他做完之後重點是 生酮奶不會變小 真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喔 喔 攝影師 攝影師 你來你來 你聞一下攝影師 你聞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Macham Yes 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一個盤子 這盤子呢 IKEA買的 喔 你看 這個時候如果你這樣吃 一定不好吃的嘛 雖然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喔 可是呢 如果你為了要剛好吃 我教你一個方法 才知道這樣 這我忘記怎麼這樣 我已經在台灣吃過 它是從日本開始的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好 點下來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醬 喔 要神甜了 好好吃喔 Jimpentai 這表情Jimpentai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試一下 因為這個來 故意很油膩 然後 這個很爽啦 然後還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因為我必須要很快的把它做Ending 然後我要好好的享受這個東西 如果喜歡 喜歡我的頻道咧 你可以來訂閱我的 Instagram Facebook 或者 這裡有YouTube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節目拍得不錯 我們認真在做的話 麻煩點個讚 或者分享出去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的話 最重要的是 記得追蹤我 還有 記得點小鈴鐺喔 二次訂閱喔 或者你對於神童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會告訴你 你對於淘寶購物呢 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問我 我也可以告訴你 OK Let's go 開始吃啦 開動 km喔 螞蟹 麵 黑卡 wać 称 退